哪四种男人最容易被女人骗财骗色 如今的女人越来越现实 喜欢利用自己的美色 出卖自己的身体 做些疲惹交易 获取自己的利益 那么生活中哪四种男人 最容易被女人骗财骗色 男人都爱美女 同样美女也爱优秀的男人 所以对于一些条件一般的男人 都要认清自己 不要老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到最后赔了夫人又责兵 最后落个人才两空 生活中这四种男人 最容易被女人骗财骗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 男人沉迷女色 女人一勾引 你就定力不够 容易丧工 这样的男人是最容易被欺骗的 这类男人 在娶妻或者交往女友的时候 往往比较在乎女人的外貌 而忽略了内在品质 如果遇到渣女 就极有可能被骗财 有时候男人会觉得 能够占有女方的身体 其实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谁碎谁 还不一定 有些女人就是出卖身体 获得金钱 你认为你碎了她 她却认为碎了你 又得到钱 大家各取所需 第二 定力极差的男人 男人一般是下半身动物 如果不加控制自己的欲望 在面对漂亮 且性感的女人的时候 一般经受不住 来自美女的引诱 防御能力几乎为零 这种男人定力差 被女人灌得三杯酒下肚 稍微诱惑一下 就不知道东南西北 被女的迷得团团转 就被人靠住了 不正经 没有节操的女人 往往靠自己的女色 来诱惑男人上工 冲啊得到某些利益 很多男人陷入圈套中 却浑然不知 第三 属于中年危机的男人 中年男子一般事业家庭都比较稳定 孩子也大多已经成人 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所谓保暖私盈喻 妻子把可能大部分精力给了孩子 给了家庭 从而忽略了自己的提升 再加上这个时候的女人 如果再不注意保养 大多年老色衰 男人对自己现有的老婆 出现神美疲劳 七年之痒等等 再加上夫妻生活 久了乏味了 就想去外面找年轻漂亮有激情的女人 正因为如此 很多三观不正的年轻女子 大都喜欢利用中年男人的中年危机 趁需要入 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他们身上的财力 以及获取他们的人脉资源 于是婚外恋就发生了 开始出现家庭变故 第四 夫妻关系不好的男人 这类男人因为长期夫妻关系不好 内心压抑的感情 无处释放和排解 一旦在婚外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往往失去自己原有辨别能力 特别容易动感情 为女人付出爱情和金钱 如果遇人不熟 遭遇骗财的女人 那么被骗是子日可待的事情 奉劝上面四类男人 爱自己老婆 忠诚自己的家庭 不仅符合伦理道德 还会降低金钱成本 不会招惹祸事 让家庭更稳定 期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